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怎样动动嘴皮就获得印度万一大单的 印度网友为何又窃喜 这段时间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矛盾空前 双方都在边界线上叙事待发 由于克什米尔地区属于国际争议地区 在印度取消克什米尔特区时 很少有国家公开战变 可以说 在这世上 印度深受国际压力的影响 近日 印度高层前往俄罗斯进行双方会谈 会后 据印媒报道表示称 普京呼吁改革安理会 将继续支持印度 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候选资格 同时俄方还对取消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表达了支持 此外 两人还打起了友情牌 然而 就是这么动动嘴皮的功夫 就薅了印度一万多亿卢比 当天 据俄媒报道称 俄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表示 印度一年内向俄罗斯订购了价值 145亿美元的订单 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 尽管面临美国的制裁 印度依然执意订购S400 此外 还有11356护卫舰和空军 海军 以及地面部队 弹药等协议 印度豪制还只是订单部分 俄罗斯后续的售后服务和保养维护方面更是无底洞 相信印度早已深有体会 比如一元航母 当时俄罗斯将基辅级航母 以一美元卖给印度 但是必须由俄罗斯改装维护 还捆绑销售了舰载机 最后花了15亿美元 订时52个月才完成 到现在 印度还是一如既往地秉持着 造不如买 买不如租的黄金手则 虽然正能瞬间地充实印度的军武库 但长眼来看 有百害而无一例 比如这次俄罗斯允许在印度建立 3BM-42芒果式坦克穿甲弹的生产线 这也意味着 之前印度尝试 国产坦克炮弹的生产线的努力也白费了 不仅对其本土军工产业造成冲击 一旦在战时 这些万国牌武器的后勤保障 将成为最大难题 弊端都会险路无疑 不过即使弊端这么多 大多数印度网友却都暗自窃喜 有印度网友表示 在这困难时刻 俄罗斯值得信赖 印度和俄罗斯关系万岁 可能印度网友觉得 俄罗斯这一表态会帮助印度对付巴基斯坦 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最后提醒一下 安理会有一票否决权 有些事还是强求不得